嗨 欢迎大家来到大海妹子在达玛频道 今天带着我婆婆三姐妹去鸡蛋岛 来马来西亚一年多了 鸡蛋岛却一直没去过 刚好婆婆她们也很久没有去过那边了 选了个天晴的日子 去岛上班日游吧 哇 在这里停车真的要早早来 达玛全是车 达玛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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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下面有两层船来的 二十块一个人来回 来回二十块 到三点半就了 十二点半 十五点半 十五点半你自己选他没有限定的 只有三班船 对 你要做三点半你就三点十五分到码头 五点半你就五点十五分到码头 提早十五分钟 最后一班船是五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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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撕了一张两三十九块 第一个码头五条岗平了五分钟你不要下 第二个码头才下 第二个码头才下 第一个是五条岗 对 第二个Vlog 岗 五条岗是干什么的呀 五条岗是人家的住家民宿没有什么东西 哦 住家的 哦 第一个码头不给家 哦 哦 明白了 好的 可以上了 哦 谢谢 哎 去鸡蛋岛吃螃蟹 嗯 很好 然后他这里就是这样子的啦 然后我们去的是 去了那个安丁了你买的 算便宜吧 耶 坐船去了 哇 哇 好凉啊里头 看哈 嗯 上船了 就是这样子的 哦 这里还有货 然后呢 上面呢 就是没有吹空调的 上面是没有吹空调的 敞篷 这里 是空调的 舒服一点 因为空调好冷的 对啊 空调好冷哦 好鬼动 嗯 我觉得这上面满 就随见 后面那边是巴胜港 应该是 我猜的话 看好多船啊 外面 马上飘着的 去那个鸡蛋岛的话 有好多种类的船 听说这个鸡蛋岛 很多本地人很小的时候去过 这是他们童年的回忆 好舒服啊 这个风 虽然今天太阳很大 涂了防晒 像我们这种 原价马来西亚的中国媳妇 在这边的生活 真的挺简单的 不是在家 就是出去外面走走看看 对于我这种性格来说 只要不在家憋着 出去走走是让我心情愉悦 最好的方法 可能很多马来西亚本地人 会觉得马来西亚没什么好玩的 看来看去好像都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对于像我家的外国人来说 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都会尝试发现他们不一样的美 在外面风景看够了 进来下面的空调位 来看一下本地安迪安哥都在聊什么 全部都是安迪安哥都是潮汕的 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潮汕话听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听 很香啊 太小了 在资资哥有好见吗 在资哥有好见吗 太小了 大爷我有了 啊 不赖不赖啊 大爷会说潮汕话 你不要呀 没有人不赖啊 很难的 我觉得潮汕话是 比客家话更难听得懂的话 客家话我还能听懂 那么叽叽巴巴 海浪话 还有海南话 但是好像在马来西亚我很少听到 有人说海南话 我真的 我好像在马来西亚听的最多 是广东话朝鲜话客家话 海南话真的没人听 我没人说 海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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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失传了 广东话都快失传了 到小朋友这一代 小朋友都不怎么去讲 所以现在要鼓励讲话 对咯 讲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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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话 池州话 下家话 什么都要说 在家里要说 我四楼哥在家里说很重要 跟他说 广东人要说广东话 不会说要回乡 这些鱼村 都是把房子建在海上面的 真羡慕他们每天早上一起来 就可以看到海 不过我猜他们应该都看腻了吧 坐了45分钟 差不多50分钟时间 我们到啦 我们到螃蟹岛 慢点小心点啊 螃蟹岛 在这个岛上就没有汽车了 就只有电动车 单车 就不要喊中干 要喊冰冰 海 这个海水位 上午和下午是有变化的 现在总午12点 水位就是这个样子的 每次带着游客的心态来旅游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兴奋 虽然很多人会害怕晒太阳 但是为了拍好看的照片 晒黑一点无所谓啦 对我来说 旅行的目的就是毫无顾忌的拍拍照 晒晒太阳 狂蟹岛 对 现在我们去吃中饭啊 找那个家家 年轻人就可以租电动车 老人家咱们就走吧 今天我带了一只大队五看 大姨小姨全家 我的婆婆的三姐妹 今天我来带路 带他们来吃鸡蛋岛的美食 快到了 本来想吃这个鸡蛋 加海鲜的 好彩不彩的 中午没开门 幸好我有Plan B 找了另外一家 鸡蛋岛不大 吃饭的地方有专门的一条街 我们就找了这个店 听说这岛上的吃的都长得差不多 味道反正差不到哪里去 外楼阿姨在这里坐 一里喇喇喇喇喇 现在都不是华人坐了 大部分都是外老在坐 阿姨好兴趣在这里唱歌 这个外老阿姨有点意思 一边炒还要一边看手机 牛掰了 你看这个小姐姐跳舞跳的 你来自哪里 你来自马来西亚 还是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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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国家 这个炒辣辣煎的是个印尼 阿阿阿阿滴 苏妈都是外老在坐 华人都在收张 沙里水酸酸的 没沙里水 我今天为什么没看过 买得多的 2倍 2倍 嘗嘗嘗嘗嘗嘗 辣辣煎 好吃吗 好热哦 这个 对于我来说 这个辣辣煎有点行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有些要煎到很多粉的 它这个很少的 就好吃一点 有些是粉 它有粉粘粘的 但是这个粉 粉少就比较好吃 要粉少一点才好吃 雨云汤 哦 雨云汤 对 雨云辣煎 哦 总有雨明 螃蟹 螃蟹米粉 螃蟹米粉 口袋子 米粉 甜甜的 辣辣的 这应该是新鲜的吧 都靠海了 哦 辣辣 辣辣 其实啊 几单岛上的美食啊 你要说好吃吧 也没有太好吃 但是既然上的岛 总得要吃点什么不 这次这个店的螃蟹炒米粉 其实螃蟹的肉也不算特别多 味道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吧 一只螃蟹85 其实跟吉隆坡的价格也差不多 反正来这里吃一次就好啦 证明自己来过不 最后婆婆她们又点了一份辣辣煎 说这个味道还不错 看来印尼姐姐做的味道还是不差的嘛 这顿饭总共消费211块5 人均40多块也还好啦 这边还有好多茶室了 你看 看来的全乡海狼沟壁 你看在这里基本上大家都是骑电动车 所以有点意思 这是改装的货车 这条街也是出海鲜的 整条街都是出海鲜 海鲜酒家 扣鞋帽 扣更便宜 扣一包 好便宜 老人家出来旅游都喜欢看看特产 其实我也不知道吉弹岛 有什么特色的东西可以买回去的 应该那种干货类的海鲜会很多吧 阿姨好 好优先的 海产特产店要不要去看一下 这都是鱼干吗 鱼瓢 在这个店里面还碰到一个超热情的伴侣 这是什么 蚊子很怕它 你弄它 防蚊虫的 蚊虫的还有烫伤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有时你 有时你这个很硬哦 你差的话很短的 防蚊虫的 有我来买跟我买几十只啊 我蚊东来了 蚊东啊蚊东 安丁 很好 好会讲啊 去蚊东买不是便宜 不会啊更贵啊 他们去银银买更贵的 一只没有几十块 这个规定价钱的 我这样这样子吃吗 一只十八块 现在年轻人除了女儿都是拍照打卡 安丁安哥们出来旅游 就会像他们一样 各种特产买起来 左口鱼 对对左口鱼的粉 左口鱼 左口鱼 左口鱼粉 不要紧 不要紧 这个还有啥什么 你抽根也好 烧刀也好 抽根 抽根嘛 抽根 这个安丁说话真的太可爱了 像他们老一辈的人咯 其实大部分还是喜欢讲自己的方言 所以有时候转华语就会转不过来 阿搜你们在这边多久了 我这边出世的69岁 69了 空光就从中国了 嗯 这个阿搜还跟我们讲起了鸡蛋岛的历史 这整个一个村子都是潮山人 福建潮州 福建潮州人多 还有海南人这边 还有海南人啊 海南人最早来到这边的 很少 你不要放线人 这个渔村是什么时候就有的 11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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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老人家很适合待这 这边好像年轻人很少哦 都是老人家住在这边的 以前我们这边2万多人了 2万多啊 现在不到5000年了 都是老人家多 年轻人都出去了 5年了 嗯 再过5年了 那倒不会这是游客区啊 阿搜跟阿姨都很会做生意啊 其实来这个鸡蛋岛真的要好好住上一晚 大中午的真的天气太热了 老人家走不了几下 就要中暑的感觉 前面这些房子就是岛里的居民住的 哦 以前最老的时候的房子是长这样子的 嗯 走的累了没办法 又要去茶室休息一下了 这个鸡蛋岛真的不适合 带老人过来半日游 这个岛很多本地人肯定会跟你说 没什么好来的 里面呢景点不算太多 地方嘛也不太大 如果换做我一个人来的话 我一定会租一个电动车 找个大清早 慢悠悠起个电动车 把这个鱼村转完 这一次就先随意潦草的抓一下吧 大中午的太热太热了 太热了 真的没有办法在外面走 这个这个鱼村 走在外面 今天会把自己晒融化吗 下次你们过来玩 记得别买晚饭的船票了 买个单程票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不然就会像我们这样 买了下午三点半的票 只要一直等到三点钟才能上船 这鱼村 这鱼村 没地方遮阴的 人走走小路有遮阴的地方 太热了 找哈饼 还有这个这个特产 哈饼 买了再洗哈喽 我有个哈饼 有没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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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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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4 三个两块钱 第一个多人给 三个两块钱 有 我让 Luan的感觉 你需要什么 比三 哦 比三 炸香蕉 安八 什么意思啊 波动 什么意思 他要捡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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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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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下午三点 这个海边就有点退潮了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好多的小螃蟹 在这个沙泥上面到处乱跑 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叫螃蟹岛了 短暂的鸡蛋倒半日游 就这么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加订阅呀